因為在現在雖然已經選完了 但是包含在選前到選舉投票當天 國民黨都不斷的在抓戰犯 尤其是針對您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在戰犯這部分 未來的話 因為國民黨的態度 就是還蠻針對您 那未來如果要進行 任何相關議題的合作 那跟國民黨這邊的態度 該如何去做處理 我想剛剛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對於未來的方式 第一個叫做正直成績 第二個叫做全民的利益 在國家大局之前不會有小我 所以以前的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但是將來的目標就是 以全民的利益為主 那過程中 我們需要的是政治跟誠信 市長怎麼看這一次敗選 黨內質疑黃珊珊不斷釋出假民調 應該要負罪大責任 也有人質疑說 朱立倫應該要為敗選負責 其實選舉的時候是一個過程 選完啊 過去就昏昏擾擾 就放下吧 大家不要再去想 去批評 去指責任何人 這就是一個過程而已 那過程完以後 我們共同面對的是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 大家都要無分動牌 大家要團結一起 然後好好的去解決 現在所面臨的困境 這才是我們所樂見的 尤其 尤其 我們這一次的區域的立委算得不錯啊 到53席啊 大幅成長 成為國會最大黨 這就是我們大家團結一致的結果嘛 所以朱主席在這一次裡面奉獻非常多 至於總統大選 沒有進入人意 沒有完成政黨輪替 其實完全是我個人 在整個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打拚不夠的地方嘛 雖然打拚不夠 沒有辦法完成 勝選政黨輪替嘛 所以我是要負起所有的責任嘛 那朱主席在這些選舉 他也扮演非常好的角色 才能讓我們國會成為最大黨 我要在這裡再度的謝謝朱主席 新北市民有些部分的發起說 罷免你 那你這邊應該怎麼來因應 其實我這一輩子其實很單純齁 大家要想要好好站 我這一輩子齁 不管在哪一個職位 我都會全力以赴 最重要 我會守護中華民國 愛台灣人民這個土地 不管我在新北市 未來在哪一個位置 甚至沒有任何職位 我都用這樣的態度 始終如一非常的堅定 當然這段時間 我也請教去選舉 接受國民黨的徵招 扛起的責任 難免在市政的工作上 同仁已經非常努力 仍然有些不做錢 沒有辦法讓市民滿意的 我要在這裡給新北市的市民說一聲抱歉 未來我一定會加倍 和我們協力以赴 讓新北市的建設永不停歇 能夠在北台灣 成為最重要的一個帶動 我們國際發展的一個大城市 民眾黨這邊的態度 是會自己推開人選出來 角逐國會的龍頭嗎 還是說等到藍綠的 他們的答案 你們才要做相關的決定 民眾黨這邊是有巴西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是 我們要的是未來的改革 而不是誰來當院長 所以今天我們提出的很簡單 就是比政府院長更重要的是 是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裡面要讓這個事情 從以前到現在人民的期待 必須要先被弱勢 而不是只是誰來推院長 推院長就像剛剛國昌說的 那你來當院長幹什麼 你不來改革 那就讓人民去檢視 到底是誰不願意往前走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網路前 還有各位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朋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還是要第一時間要先謝謝全國各界 尤其是這一次投票給台灣民眾黨 這檔票三百多萬的支持者們 謝謝大家對台灣民眾黨的肯定 那我想這也是台灣民眾黨在成立四年後 我們的政黨票息次進加倍 第二個就是這一次有八席的部分去立委 那這八席現在的確是 立法院最關鍵的少數 所以現在我們八席 從昨天開始就已經開始工作 那接下去我們會一樣 秉持台灣民眾黨理性務實科學 還有秉持民意專業價值 在我們的立法院的運作 還有未來的發展上面 朝向我們一再主張的公開透明財政紀律 我們也希望能夠幫人民做最嚴格的監督 今天我要先代表台灣民眾黨的全國金融總部 向所有的支持者先謝謝 謝謝大家在這段時間 還有在選票一票一票的入軌 那接下去台灣民眾黨正在規劃全國的卸票行程 那也會謝謝所有的志工 還有地方黨部的很多的幹部 以及這次幫我們上街非常多的陸戰隊 以及台灣選擇自由會的後援會們 以及這一次非常感動我們的是 康阿伯的這些支持者們 所以台灣民眾黨很特別的是 各位看到我們在政黨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已經改變了所謂傳統的樁腳政治 我們現在所站出來的都是 除了志工之外 其實有非常多自發性的 還有相關支持者 他們已經把他們自己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 提出來讓大家知道 也就是說在台灣有非常多的民眾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隱性 但是這一次他們都站出來 我相信這也是台灣公民自覺的一個很大的起步 接下去台灣民眾黨會把大家的心願 跟在這過程裡面我們所了解的民生疾苦 都會在立法院黨團持續的來幫大家發聲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接下去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秉持我們該有的獨立的立場 來監督現在的執政黨 那接下去就是我們 二月份要上任之後 要做很多很多的事 所以我們沒有時間休息 更沒有時間沮喪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支持者跟我們一樣 捲起袖子繼續往前拼 謝謝 好 請問委員就是現在立法院上面 因為民眾黨成為少數的關鍵過半 那在之後的議題上或者立法院長上 民黨這邊會不會想要拉攏民眾黨 或者是在立法院長的席次爭奪上的選擇 我想基本上 未來在立法院裡面 大概應該第一件要談合作的事情 一定就是立法院長跟副院長 因為國民黨這次沒有辦法單獨過半 所以如果就是在野黨希望能夠 能夠爭取到立法院長的話 就勢必要合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選前 我們就一直有談到 就是在選後未來應該跟民眾黨合作 而且柯文哲主席自己不是也有講嗎 是在立法院長的部分也願意支持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如果到時候這個立法院長 國民黨跟民眾黨都有共同可以支持的人選的話 那麼我想我們對這樣的合作 應該是樂觀其成的 柯文哲說 你覺得說因為黃珊珊有被這個 譬如說林陶之類他們有檢討說她是戰犯 那會不會影響未來的國會合作 我覺得我們這次被這麼多的選民托付 這麼重大的責任 我覺得應該是國家利益在政黨利益之上 政黨利益也一定在個人利益之上 所以我相信黃珊珊她這樣的說法 也許她本身可能會有一些情緒 但是我覺得在未來就是兩黨合作的部分 應該兩黨都應該秉持著 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所以我覺得個人的情緒 應該不至於去影響這個大格局的合作